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这个小节中我们会学习页面分配策略相关的一系列知识点 首先我们会学习什么是助流级 之后我们会学习考试中需要掌握的三种页面分配置换的策略 另外页面应该在什么时候被调入 应该从什么地方调入 应该调出到什么位置 这些也是我们之后会探讨的问题 那最后我们又会学习什么是进程等 或者叫进程颠簸这种现象 那为了解决进程抖动 又引入了工作级这个概念 那我们会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依此讲解 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助流级 所谓的助流级其实很简单 就是指请求分页存储管理当中 给进程分配的物理块的集合 或者说内存块也框的集合 那在采用了虚拟存储技术的系统当中 为了从逻辑上提升内存 并且提高内存的利用率 那助流级的大小一般是要小于进程的总大小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考虑一个比较极端的问题 如果一个进程总共有100个页面 那这个进程的助流级大小 如果是和这个页面的数量相同 也就是大小为100的话 也就意味着这个进程所有的数据 在刚开始就可以被全部放入内存 并且运行期间就不会再发生任何一次缺液 但如果助流级太小的话 比如说助流级大小为1 那这个进程它可能会使用到100个页面 所以如果说这个进程只有一个物理块可以使用 那么这个进程在运行的期间 肯定会产生大量的频繁的缺液 所以从这个极端的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助流级选择的太小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进程缺液频繁 系统就需要花很大的时间来处理缺液 而实际用于进程推进 进程运行的时间又很少 但是如果助流级太大的话 又会导致多道程序的并发度下降 使系统的某些资源利用率不高 那为什么资源利用率会降低呢 可以这么考虑 比如说像系统当中的CPU 还有IO设备这两种资源 理论上是可以并行的工作的 那如果说多道程序并发度下降 就意味着CPU和IO设备这两种资源 并行工作的这种几率就会小很多 所以资源的利用率当然就会有所降低 所以系统应该为进程选择一个合适的注流级大小 那针对于注流级的大小是否可变这个问题 人们提出了固定分配和可变分配这两种分配策略 固定分配就是系统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给进程分配一组固定数目的物理块 并且在运行期间不再改变 也就是注流级的大小是刚开始就确定了 之后就不再改变了 那可变分配就是刚开始会给进程分配一定数目的物理块 但是在运行期间可以根据情况适当的增加或者减少 所以可变分配其实指的就是注流级的大小 是可以动态的改变可以调整的 另外当页面置换的时候 置换的范围应该是什么 根据这个问题人们又提出了局部置换和全局置换 这两种置换范围的策略 局部置换就是指当发生缺业的时候 只能选择进程自己的物理块进行置换 而如果采用的是全局置换的话 当发生缺业的时候 操作系统会把自己保留的空闲物理块分配给这个缺业的进程 当然也可以将别的进程所持有的物理块给置换到外存去 然后再把这个物理块分配给现在缺业的这个进程 所以局部置换和全局置换的区别就在于 当某个进程发生缺业 并且需要置换出某个页面的时候 那这个置换出的页面是不是只能是自己的 那把这两种分配和置换的策略两两结合 可以得到这样的三种分配和置换的策略 分别是固定分配局部置换 可变分配局部置换和可变分配全局置换 但是大家会发现 其实并不存在固定分配全局置换这种策略 因为从全局置换的这个规则 我们也可以知道 如果使用的是全局置换的话 就意味着一个进程所拥有的物理块 是必然会改变的 而固定分配又规定着 进程的柱流及大小不变 也就是这进程所拥有的物理块数 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固定分配全局置换 这种分配置换策略是不存在的 那接下来我们依次介绍 存在的这三种分配和置换的策略 固定分配局部置换是指 系统会为各个进程分配一定数量的物理块 并且在整个运行期间 这些物理块数都不再改变 那如果说进程在运行的过程中 发生了缺页的话 那么就只能从这个进程 在内存当中的某个页面当中 选出一页进行换出 然后再调注所需要的页面 所以这种策略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就是很难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确定 应该为每个进程分配多少个物理块 才能才算合适 不过在实际用中 一般如果说采用这种策略的系统 它会根据进程大小 进程优先级 或者是程序员提出的一些参数 来确定到底要给每个进程分配多少个物理块 不过这个数量一般来说是不太合理的 那因为注流机的大小不可变 所以固定分配局部制换 这种策略的灵活性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那第二种叫做可变分配 全局制换 因为是可变分配 所以说系统刚开始 会为进程分配一定数量的物理块 但是之后在进程运行期间 这个物理块的数量是可以改变的 那操作系统会保持一个空闲物理块的队列 如果说一个进程发生缺液的时候 就会从这个空闲物理块当中 取出一个分配给进程 那如果说此时这个空闲物理块都已经用完了 那就可以选择一个系统当中 未锁定的页面换出外存 再把这个物理块分配给 缺液的这个进程 那这个地方所谓的未锁定的页面 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系统会锁定一些很重要的 就是不允许被换出外存 需要常驻内存的页面 比如说系统当中的某些很重要的内核数据 就有可能是被锁定的 那另外一些可以被置换出外存的页面 就是所谓的未锁定的页面 当然这个地方只是做一个拓展 在考试当中应该不会考察 那通过刚才对这个策略的描述 大家也会发现 在这种策略当中 只要进程发生缺液的话 那它必定会获得一个新的物理块 如果说空闲物理块没有用完 那这个新的物理块 就是从空闲物理块对列当中 选择一个给它分配 那如果说空闲物理块用完了 系统才会选择一个未锁定的页面 换出外存 但是这个未锁定的页面 有可能是任何一个进程的页面 所以这个进程的页面被换出的话 那么它所拥有的物理块就会减少 它的缺液率就会有所增加 那显然只要进程发生了缺液 就给它分配一个新的物理块 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之后人们又提出了 可变分配局部置换的策略 那在刚开始会给进程分配 一定数量的物理块 因为是可变分配 所以之后这个物理块的数量 也是会改变的 那由于是局部置换 所以当进程发生缺液的时候 只允许这个进程 从自己的物理块当中 选出一个进行换出 那如果说操作系统 在进程运行的过程中 发现它频繁的缺液 那就会给这个进程 多分配几个物理块 直到这个进程的缺液率 会到一个适当的程度 那相反的 如果一个进程在运行当中 缺液率特别低的话 那么系统会适当的减少 给这个进程所分配的物理块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系统的多道程序并发度 也保持在一个相对理想的位置 那这三种策略当中 最难分辨的是 可变分配全局置换 和可变分配局部置换 大家需要抓住它们两最大的一个区别 如果采用的是全局置换策略的话 那么只要缺液 就会给这个进程分配新的物理块 但是如果说采用的是这种局部置换的策略的话 系统会根据缺液的频率 来动态的增加或者减少一个进程所用的物理块 那这是三种我们需要掌握的页面分配策略 有可能在选择题当中进行考察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下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掉入所需要的页面呢 那一般来说有这样的两种策略 第一种叫做预掉页策略 根据我们之前学习的局部性原理 特别是空间局部性的原理 我们知道 如果说当前访问了某一个内存单元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在之后不久的将来 会接着访问与这个内存单元相邻的那些内存单元 所以根据这个思想 我们自然而然的也会想到 如果说我们访问了某一个页面的话 那么是不是在不久的之后 就也有可能会访问与它相邻的那些页面呢 因此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 如果我们能够一次掉入若干个相邻的页面 那么可能会比一次掉入一个页面会更加高效 因为我们一次掉入一堆页面的话 那么我们启动词盘IO的次数肯定就会少很多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掉页的效率 不过另一个方面 如果说我们提前掉入的这些页面 在之后没有被访问过的话 那么这个预掉页又是一种很低效的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用某种方法预测 不久之后可能会访问到的页面 将这些页面预先的掉入内存 但是目前预测的成功率不高 只有50%左右 所以在实际应用当中 预掉页策略主要是用于进程首次掉入的时候 由程序员指出哪些部分应该是先掉入内存的 比如说我可以高速系统 把man行数相关的那些部分先掉入内存 所以预掉页策略是在进程运行前就进行掉入的一种策略 那第二种就是请求掉页策略 这也是咱们之前一直在学习的请求掉页方式 只有在进程运行期间发现缺页的时候才会把所缺的页面掉入内存 所以这种策略其实在进程运行期间才进行页面的掉入 并且被掉入的页面肯定在之后是会被访问到的 但是由于每次只能掉入一个页面 所以每次掉页都需要启动磁盘IO操作 因此IO开销是比较大的 那在实际用当中 预掉页策略和请求掉页策略都会结合着来使用 预掉页用于进程运行前的掉入 而请求掉页策略是在进程运行期间使用的 那这是掉入页面的实际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掉入页面 之前我们有简单的介绍过 此盘当中的存储区分为兑换区和文件区这样两个部分 其中兑换区采用的是连续分配的方式 读写的速度更快 而文件区的读写速度是更慢的 它采用的是离散分配的方式 那什么是离散分配 什么是连续分配 这个是咱们在之后的章节会学习的内容 这个地方先不用管 有个印象就可以 在本章中大家只需要知道 兑换区的读写速度更快 而文件区的读写速度更慢就可以了 那一般来说文件区的大小要比兑换区要更大 那平时我们的程序在没有运行的时候 相关的数据都是存放在文件区的 那由于兑换区的读写速度更快 所以如果说系统拥有足够的兑换区空间的话 那么页面的调入调出都是内存与兑换区之间进行的 所以系统中如果有足够的兑换区空间 那刚开始在运行之前会把我们的进程相关的那一系列数据 从文件区先复制到兑换区 之后把这些需要的页面从兑换区调入内存 那相应的如果内存空间不够的话 可以把内存中的某些页面调出到兑换区当中 页面的调入调出都是内存和兑换区 这个更高速的区域进行的 那这是在兑换区大小足够的情况下使用的一种方案 那如果说系统中缺少足够的兑换区空间的话 凡是不会被修改的数据都会从文件区直接调入内存 那由于这些数据是不会被修改的 所以当调出这些数据的时候并不需要重新写回磁盘 那如果说某些页面被修改过的话 把它调出的时候就需要写回到兑换区 而不是写回到文件区 因为文件区的读写速度更慢 那相应的如果之后还需要再使用到这些被修改的页面的话 那就是从兑换区再换入内存 第三种Unix使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一个页面还没有被使用过 也就是这个页面第一次被使用的话 那么它是从文件区直接调入内存 但是之后如果内存空间不够 需要把某些页面换出外存的话 那么是换出到这个兑换区当中 那如果这个页面需要再次被使用的话 就是要从兑换区再换回内存 这是Unix系统采用的一种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很常考的一个概念 叫做抖动或者叫颠簸现象 所谓的抖动或者颠簸就是指 刚刚换出的页面 马上又要换入内存 刚刚换入的页面 马上又要换出外存 所以这种频繁的页面调度行为 就是所谓的抖动或者叫颠簸 那产生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在于进程频繁访问的页面数目 要高于可用的物理快速 也就是说分配给进程的物理快速是不够的 那如果说发生了抖动现象的话 系统会用大量的时间来处理 这个进程页面的换入换出 而实际用于进程执行的时间就变得很少 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抖动现象的发生 那为了防止抖动的发生 就需要为进程分配足够的物理快 但是如果说物理快分配的太多的话 又会降低系统整体的并发度 降低某些资源的利用率 所以为了研究应该为每个进程分配多少个物理快 有一个科学家在1960年提出了进程工作级的概念 所谓的工作级就是指进程在某段时间间隔内 实际访问的页面的集合 注意它和助流级其实是有区别的 助流级是指在请求分页存储管理当中 给进程分配的内存块的集合 我们直接来看个例子 一般来说操作系统会设置一个所谓的窗口尺寸 来算出工作级 那假设一个进程对页面的访问序列是这样的一个序列 那如果此时访问到了这个页面 并且窗口尺寸为4的话 那么就会从此时访问的这个页面开始 往前寻找之前访问过的4个页号 由此来确定工作级的内容 所以在这个时刻 这个进程的工作级应该是24 15 18 23 那此时如果访问到的是这个页面 那同样的再往前看4个页号 会发现此时的工作级是18 24 17 这样三个页面 所以从这个地方会发现 工作级的大小可能会小于窗口的尺寸 在实际应用当中 窗口尺寸一般会设置的更大一些 比如说设置10 50 100这样的数字 那对于一些局部性很好的进程来说 工作级的大小一般是要比窗口尺寸的大小要更小的 比如说窗口尺寸为5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测 发现某个进程的工作级最大只会为3 那么就说明这个进程是拥有很好的居物性的 那系统可以给这个进程分配3个 或者3个以上的内存块 就可以满足这个进程的运行需要了 所以系统可以根据监测工作级的大小 来决定到底要给这个进程分配多少个内存块 换一个说法 就是根据工作级的大小来确定 助流级的大小到底是多少 那一般来说助流级的大小不能小于工作级的大小 如果说更小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发生频繁的缺液 也就是发生抖动现象 另外在有的系统当中 也会根据工作级的概念 来设计一种页面置换算法 比如说如果说这个进程需要置换出某个页面的话 那完全就可以选择一个 不在工作级当中的页面进行淘汰 那这些知识点只是作为一个拓展 大家只要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这个小节我们介绍了页面分配策略相关的一系列知识点 需要特别注意助流级这个概念 在之前咱们讲过的那些内容当中 经常会遇到某些题目告诉我们一个条件 就是说系统为某个进程分配了N个物理块 那这种说法其实也可以改变一种等价的表述方式 就是也可以说成是某个进程的注流级大小是N 那如果说题目中的条件是用注流级大小这种方式给出的话 大家也需要知道它所表述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另外大家需要注意 这三种分配置换策略在整体当中是进行考察过的 并且在有的大题当中有可能会告诉大家 一个进程采用固定分配局部置换的策略 那这个条件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系统为一个进程分配的物理块数是不会改变的 大家在做课后习题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很多大题都会给出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条件背后隐含的一系列的信息 那这个地方还需要注意 并不存在固定分配全局置换这种策略 因为全局置换意味着 一个进程所拥有的物理块数肯定是会改变的 而固定分配又要求一个进程拥有的物理块数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固定分配和全局置换这两个条件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 因此并不存在固定分配全局置换 这种方式 那之后介绍的内容 何时掉入页面应该从何处掉入页面 这些能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最后大家还需要重点关注抖动颠簸这个现象 那产生抖动的主要原因是分配给进程的物理块不够 所以如果要解决抖动问题的话 那么肯定就是用某种方法给这个进程分配更多的物理块 那这一点在咱们的课后习题当中也会遇到 那我们还对工作级的概念做了一系列的拓展 不过一般来说工作级这个概念不太容易进行考察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助流级的大小一般来说不能小于工作级的大小 如果更小的话那就会产生抖动现象 那这个小节的内容一般来说只会在选择题当中进行考察 但是在考试当中也有可能用某些概念 作为大题当中的一个条件进行给出 所以大家还需要通过课后习题进行进一步的巩固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小节的全部内容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小节的内容